哈囉大家好我是薇里安 歡迎收聽薇里安跟你鳥小天 今天請到的是徐安光 耶 這時候你自我介紹一下 剛剛有穿錄完的嗎 蛤 剛剛有錄完的嗎 沒有啦你要跟大家講一下你是誰 OK好 好 你要跟大家說一下你的意思 我以為你要從頭 我以為你要再從頭開始 沒有沒有就直接啦 就直接 大家好我是徐安光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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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哈哈 這樣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聊了什麼 今天有聊你的新專輯 然後什麼 比如說一開始 玩音樂啊 那種什麼的 今天好像都在閒聊 就是很OK啊很OK啊 然後就在Podcast上面做 你做了一件 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什麼事 就是 喔 耶耶耶耶 也有聊一些 就是你選 讓你做一些很困難的選擇 這樣子 OK 希望大家收聽愉快 這樣徐安光就可以回去 準備明天的練團 沒錯 謝謝選輩 讚 好下次見 下次見 掰掰 大家要進行 聊聊天 rah 各位聊聊天 其實就是拖到最後一刻才膠木袋 喔懂懂懂就劍齊老師做嗎 對對對 好玩嗎你以前跟他合作過嗎 還是就這一張 這一張第一次合作 啊哈覺得如何 就 你剛才很chill 很讚 哈哈哈哈 我們把就比較 就比較輕鬆啦 覺得站在哪就是很輕鬆 就是可以多比較專注在 怎麼開始錄了你要加入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這麼輕鬆喔 我們就是如此的free 好讚喔 對啊 而且我等一下會講一些很失禮的話 因為我功課也沒有做很粗 那我怕我應該會更失禮 喔真的嗎請盡量 請盡量 沒有問題的沒有問題 那是母湯A我就會剪掉 那會剪掉喔 沒有啊如果你要很母湯 你不要剪我也可以不要剪掉 我們都是不用剪的啦 好OK 讚 這張專輯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剛發行嗎 10月30 10月30 欸哇謝謝 而且我看有三個版本對不對 這個 原本想要做全部封起來 嗯嗯嗯 全部封起來是什麼意思 就是讓大家 三個版本 說看不到裡面嗎 對對對 喔 因為就是很多 有時候真的 很多事情 就是你一開始不知道它發生會怎樣 然後發生就發生 所以你買了 就像你買到三張一樣的 嗯 也就是這樣 喔 你是說就是封起來 然後看不到封面 原本是打算啦 可是後來想說 嗯 公司討論覺得 今年大家可能都沒什麼錢 哈哈哈哈 怕大家可能選擇困難 然後 這倒是實話 對 不是啦 大家沒什麼錢 我們也沒什麼錢啦 所以應該要更練才 不是 練起來 練起來 那這三張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張 最喜歡喔 還是選不出來 愛不釋手啊 沒有啦 開玩笑 你說三個都愛不釋手 我都還好 因為 我對專輯封面我沒有什麼興趣 喔是喔 因為 這不是我要買的 什麼意思 不是啦 因為這是我自己啦 因為這是我自己 那你自己買別人的CD的時候 你會去Care封面嗎 Care封面喔 就是 你有經歷過那種就是 小時候被騙過太多次了 喔 長大之後 這封面很棒 然後我要買 你要自己 對而且小時候買CD都是那個測標嘛 測標都寫的超級浮誇的 然後就會騙過很多次 然後 後來就 都還好 哎呦 就是看名字 然後音樂都是放著 嗯 也就是一個超脫的樣子 就不會再糾結於這種東西 就是我聽音樂的習慣就還是 就比較專心戴耳機的那種 我其實連MV都還 也比較是很少看 所以你就會block出時間來 然後就是我要來聽這張專輯這樣子嗎 對 然後從頭聽到尾 從頭聽到尾 哦 你最近一張從頭聽到尾的專輯 呃不是自己的意外 最近一張從頭聽到尾 我可以看一下我S8的翻 no problem 蠻好奇 像你平常都聽什麼 聽什麼歌 因為像這張我有聽 其實跟上一張有一點小小的 也不是小小的 就是區隔蠻大的嗎 嗯 這是刻意的嗎 你覺得 也不算啦 可能是人的狀態的展現 自然 對啊 因為上一張我聽的是 Lucy Dacus的 嗯 哪一張啊 No Burden 喔 有看 No Burden 喔2016的 怎麼會想要聽這張 因為前幾天我朋友 嗯 因為以前我在串流上都有聽到他的歌 他有很多首歌蠻紅的 然後我朋友又串了他有一個live的影片 我就很喜歡 那我還仔細好好聽聽看 嗯 那你覺得呢喜歡嗎 喜歡啊 就是蠻indy的 所以他們是什麼style 是他們嗎 是一個團 一個 solo artist 叫Lucy Dacus 男生 女生 女生 蠻可愛的 喔 好 那可以來聽一下 MV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他live很酷嗎 就是 他是 一個人表演嗎 還是跟樂團 還是什麼的 就是 都會有 蠻多那種 就是 國外是不是很常會有那種 可能辦在一個小書店啊 或者是 就是那個小 小錄音室 然後就是很簡單的配置的 然後錄那種live 然後可是品質都很好 對 所以他們是那個live的收音就是 又自然 然後又不會 又又 沒有那種 現場收音的粗糙感 然後那種 通常他們 會把歌曲改編的 我覺得還蠻有味道 嗯 所以就喜歡他那個氛圍 那所以像你這次巡演 你也會想要這樣子做嗎 我巡演 我們通常都是四人編制 然後就是會很吵 嗯 比CD再更吵一些嘛 那樣子 對 通常就是吉他喜歡開很大聲 嗯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彈吉他 高中 嗯 高中 就吉他社 熱音社 算是 熱音社 彈彈電吉他局 可是我其實那時候是主唱 那 吉他自己摸的 這樣子 就邊唱然後邊 邊彈這樣子 那這樣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寫歌啊 寫歌也是高中 喔高中就開始 嗯 是詞曲一起嗎 還是說你本來就喜歡文字 因為我覺得你的文字很棒 一開始 都還 詞曲一起 是 嗯 可是 你知道就是 因為小 我覺得小時候就是 那個年代 就是可能 也不是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大家寫歌都 會喜歡先從英文開始寫 喔 所以你就先寫英文的 還蠻長的吧 對啊因為小 都是聽英文歌比較多 然後大家就蠻自然的 真的開始比較有認真的在寫中文的歌詞 可能到大學吧 你要到大學才有開始認真寫中文 那所以像你以前寫這些英文歌後來有 比如說表演嗎 都超糞啊 超糞 一定超糞啊 內容寫什麼 因為就畢竟不是母語使用者 就算英文還蠻好 可是就是 那種東西你看就會覺得很賽 哈哈哈哈 理解 我一開始寫的歌 我也是不敢 很多都不敢拿出來 真的 所以就沒有人知道 就你現在回頭看會覺得說 天啊 我這輩子絕對不要讓別人聽到 我有寫這些歌 會這樣想嗎 也不是不能聽 只是我覺得 聽了大家會很尷尬 大家會聽得很尷尬 這樣這樣 然後我也 喔是喔 反正就是很賽的 那你沒有 你有任何一首 比如說你高中的時候 一開始寫歌 然後自己很喜歡的嗎 可是隔太久了已經 沒有印象了那種的 就沒有感覺 對啊 所以你是一個 你是念舊的人嗎 你覺得 我很念舊啊 所以就是以前的東西 但作品還好 就覺得要往前進那樣子之類的 那你本來就 我剛剛在想我要問你 因為你有發自己的詩集 這個我就超好奇的 所以你本來就是 就會寫詩嗎 文字這些的創作 是 以前 大學的時候就開始 都有在報紙上投稿 以前也是都去參加一些 什麼作文比賽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自己有興趣就是 就拿 拿起鍵盤 因為比吉他輕 什麼 鍵盤戰士的感覺 沒有就是 還是比較習慣啦 對啊就是 可能是第一個 不一定說是創作的形式 就是可能說是 紀錄的方式 記錄的方式 可能都還是文字比較多 因為 有的時候就是 有的時候 創作有時候 它就是先是一個 感覺 或者是一個念頭 就是那個 動機是什麼 然後 可能我那時候 那個東西還不是很完全的時候 我還是比較習慣用文字去記下來 對 然後但是可能那個動機之後 可能會 再開 它可能是很短節的字 嗯嗯 或是一片很長的文章 嗯哼 然後可能那個動機之後 它可能 如果要變成音樂作品的話 它也只有可能是 就是先從歌帶出發的 我也覺得有可能 所以像安森哥爾這首歌 它是先 它是從哪裡出發 或是從哪個 就是它從哪裡來的 從那個Riff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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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當然就是有這個riff然後後來旋律就是慢慢的就是完成就有比較開始的架構 然後然後然後什麼 所以是先有旋律 然後我也偶爾編得差不多了 喔真的喔就是一開始的就決定變得差不多 他這有個其實比較從音樂出發就是就是鼓啊節奏啊然後吉他我也都搭得差不多 然後之後就就開始chill一下然後就感覺他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然後其實這樣專輯就還蠻我那整個時候的人生的狀態 就是都是在晚上的一個東西 就是從夜晚開始從夜晚結束 對對對然後主要我還是想寫自己的故事 可是我覺得這首歌因為我自己覺得他其實 他riff就是很俏皮 那我覺得這首歌他可能還是有一點俏皮的元素 然後我就自己瞎拜一個暗森girl 那暗森對你來說有什麼很重要的意義嗎 比如說你的生活圈或是從以前就在大安森林公園 但是我也是也很常半夜在公園跟朋友玩耍 只是叫安森 可是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安森你知道嗎 就是他是一個象徵 對對對對對 萬一叫別的公園的縮寫 我有就想過要換別的公園的縮寫嗎 大家河濱 這樣聽起來這邊夾兵girl 夾兵格也是蠻奇怪 就會很快 只有安森這個縮寫是最常在生活中出現的 但是其實我好多朋友我講安森 然後他們其實不知道安森是大安森林公園的縮寫 因為我覺得是不是比較可能從小 可能國高中時期就在台北有念書 朋友大部分 因為我身邊朋友都是講安森 對啊我自己聽的我都不是台北人 我是台中人 我都知道安森 但是我有朋友是台北人然後他居然不知道 這個就是那個年紀 哈哈哈哈 像我老闆他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你說劍琪老師嗎 沒錯沒錯 不一樣 劍琪老師還可以講銀眼你知道喔 他會講銀眼 你在跟他講話嗎 對對對阿 他知道銀眼嗎 好好奇 銀眼 我覺得有些人聽可能不知道銀眼是什麼 銀眼就是銀心眼睛 其實我銀眼一開始聽到的時候我也有點火大 為什麼 銀眼真的很煩啊 不是就四個字 四個字的縮寫我真的有時候會頭很痛 可是我現在心態轉變了 我現在超超愛講簡寫 像台北車站你會講北車嗎 可是北車是 以前念高中大家都要去北車 補習 對對對 就是說應該說是日常生活 就是不就是 可是我覺得是比較跟熟的朋友 就是說我們大概知道說我們在指同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 就是 那個 直接縮寫 嗯 懂 今天要頂泰一下 頂泰 對不對 你們會講這樣 就是就是 就是想辦法剪盡盡量剪 懂懂懂懂懂 比較好玩 懂 那這樣比如說什麼 瞇鋪這些比較新生代 瞇鋪有點太時尚了 我還不太確定他的使用方法 還沒get到嗎 他是不是打字比較好玩阿 就是口語上比較少聽到 口語上面 口語上面使用也是蠻欠揍的那種感覺 就很像神奇寶可夢 寶可夢 就是Pokemon 就是他不是最後都會講說 啊什麼皮卡皮卡 什麼種子種子 我自己的理解是 就是放在巨尾 什麼東西都成立 那像哈姆太郎 哈姆 哈姆那種之類的 好可怕喔 今天要不要去安身啊 滅鋪 喔 約你來安身了 所以他就只是一個魚尾助詞 我覺得可以 他有一點在展現某種小俏皮 或者是淘氣 或者是什麼的感覺 可是還有帶一點欠打的元素 那種是蠻欠打的 這個 可是這個 邪咪 類似 沒錯 就是邪咪這種的 裝可愛的樣子 嗯 那你跟朋友去安身通常會幹嘛 就是 比如說你這段時間 就是 你說是你的一個狀態 就是有點像咒服夜出嗎 那樣子 然後去安身 就是喝酒聊天 這樣子 因為我看這張專輯 我看一下介紹 或是他在講的內容 很多都在講 我覺得對於死亡有很多的 怎麼講 就是我的狀態 就是覺得 活不太下去的感覺 等那種感覺 但是我又看你說 比如說 活著好像是為了證明自己活著 什麼類似這種的 就是對死亡有好多的探討 所以我蠻好奇的 就是你的 你覺得 你覺得死亡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那兩個 我覺得 那種比較 覺得活不下去的念頭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來自於 其實就是還是對生活啊 對 嗯 對 講 我是覺得講這個世界可能太大了 對 因為這世界有包含太多東西 就是 你自己這個人對 你可以對到的東西 就是還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依戀 就是你 對他有很執著 其實你很 很眷戀他 然後 可是同時你又對自己很失望 的那種感覺 然後 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你 就是這麼的依戀他 所以他才會帶給你痛苦 嗯 就是 執著 對你對他太執著 所以你才會覺得痛苦 然後可是 可是 可是也就是因為這個執著 所以你才可以 可能才會撐得下去 嗯 這感覺 滿妙的 就是一個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對啊 那你覺得你對什麼東西的 因為你剛剛講說失落或是對自己的失望 是這樣嗎 那種 一定是很多人生的狀態 嗯 嗯 就是可能東西寫不順啊 工作不順利嘛 嗯嗯 然後感情不順利嘛 嗯嗯 人際關係上有誤解啊 然後被傷害或傷害了別人 都是這些其實都是這些事情啊 人其實蠻簡單的 對啊 我沒有什麼從 什麼 沒有拯救世界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那麼偉大的報復 哈哈哈哈 就是 通常都還是 因為 人跟人的關係 他就是 點跟點之間 然後我覺得可能 每個人中間是 用一些很微弱的光線去聯繫著 然後變成一個王子 然後有時候 你看到那個東西斷掉的時候 就會很 悲傷 或者是 之類的 你有覺得過去幾年的那個 斷掉的很多嗎 或是讓你覺得 就是某些放不下的 因為我自己好像 覺得有 而且 那些有一些斷掉是 不得不 對啊 或者是 你也知道環境就是 有時候不是自己的選擇 嗯嗯嗯嗯 然後這樣子 所以你會被這個給困擾 就是你不覺得就是 東西都斷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比較孤單 其實因為 對 這樣子 然後就 你可以看到那些 怎麼回憶 就很像遠方暗上的 剩下一個點而已 然後你就只能很遠很遠 看著他的人 那種感覺 嗯 那你會很嘗試的 想要去把 那個光再 再連起來嗎 一定就是會有試過嘛 我覺得人都會這樣 你一定會想去試試看 嗯嗯嗯 然後可是 通常都是GG啊 哈哈哈哈 是 有些事強求不得 沒錯 那你覺得在 所有的這些煩惱裡面 哪一個 哪一種人際關係 或是某一種 某一種 某一種 光它 它斷掉 對你來講是最 對 讓你覺得最放不下的 還是沒有辦法比較 好難喔 嗯 對我們可以聊一些輕鬆一點 可以啊 可以啊 你喜歡吃嗎 吃什麼 吃東西啊 很愛啊 好吃貨 你有推薦 好你在安生附近生活 那安生附近你最推薦的 吃的東西 安生哪一側 都可以 我家那側的話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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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不要把你家在哪裡講出來 好了 抱我的地址 抱我的地址 母湯 母湯 沒有我一定是抱別人的地址 母湯 抱我的地址 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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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聰明聰明 報公司地址 吃的喔 想想看 可是 我覺得吃這種東西有的時候 你喜歡的別人不一定喜歡嗎 這是一定的 應該說是日常生活 你會常吃的東西 因為你不可能 每一餐都吃個什麼三五百塊 然後每餐去吃餐廳 就是 最常吃的一定都可能 啊 什麼 一兩百塊 一百多塊的便當 或是麵 這樣子 推薦喔 然後我很 很怕推薦這個事情 沒關係 就當然你推薦給我好了 因為我很喜歡吃 你覺得我去大安森林公園 附近嗎 對 我其實最常吃有一家 你喜歡吃辣嗎 吃 有一家叫糊塗麵 糊塗麵 其實它已經在太順節上 就是以前台大旁邊 後面 然後 它的酸辣乾麵就是 我真的很喜歡 對對對 因為它 它的麵 它裡面有那種榨菜 你知道嗎 有一些都是 就是 尻醋下去而已 然後它有一種自然的酸 然後 然後 它湯有加點扭肉的味道 然後它的麵條 是那種很粗 水餃皮的那種麵條 喔 它的酸辣乾麵 是我真的很常吃 喔 對 然後還有什麼 聽起來也不貴 不貴 就是蠻日常的這種之類 可是我從 從60塊吃到現在變80塊 哇 東西都現在好貴喔 嗯 確實 對啊 還有什麼 我很常吃東門鴨莊啦 東門鴨莊 好熟喔 天啊 我好像常會出現 對很常看到 常會出現 然後可是我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的菜脯 很香 好吃 我超愛吃菜脯 所以你是吃重口味 喔我也是菜脯欸 你是客家人嗎 我奶奶是 喔真的喔 Yeah High Five 我也是 我愛博士 沒錯 可是我都很喜歡 講客家人玩笑 我也是啊 你也是嗎 對啊 就是比如說我很節省啊 客家精神 這種之類的 那如果我今天在安森好了 今天因為我們是 從夜晚開始 從夜晚結束 很晚的時候 然後跟朋友在 我在安森 我們就是喝酒 然後聊天 喝酒然後就會肚子餓 這麼晚半夜的時候 安森附近有什麼可以吃的嗎 應該只剩下 那瑞安豆漿大王吧 豆漿大王 可是他就在 建國南那一側 要走到瑞安街那邊 然後再往對面 再往復興南走 就是什麼 青豆小菜啊 青小 你們會叫青小 青小 那豆漿大王會講豆大嗎 豆漿 那你叫做永豆嗎 永豆 一定是永豆 也是 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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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去起來去起來 要不要去青小一下 聽起來怪怪的 讚讚 那這樣接下來巡演 已經練團了嗎 要開始了 明天 錄音當下的明天 那這次是去哪裡 台中 我看台北台中高雄都有 對三個 喜歡嗎 喜歡巡演嗎 喜歡Live的感覺 喜歡啊 對啊 在台上就是可以光明正大喝酒的一個場 是喔 所以你都會 通常都會 如果專場的話 對啊 那種 就是 什麼三首歌的 政府的 商業那種 當然是不行啊 對對對 專場的話 專場 你覺得你的歌迷都是什麼樣子的 什麼樣子 你會跟他們是很close的嗎 就是聊天啊 什麼那種 還蠻親近的 就私底下碰到的時候也會嗎 也會也會也會 對 閒聊 所以你不是那種 會懼怕人群的人 懼怕人群喔 其實我要看是怎麼樣啊 就是 如果是那種 很多不認識人的聚會 或是誤入那種 我孩子就是會很避暑 很避暑這樣子 可是 有時候遇見一群來聽歌的朋友的時候 那種感覺其實還蠻親密的 對啊 就是不會 就不會覺得他們是陌生人那樣 沒有那麼陌生 就至少我們可能已經 我可能已經用作品跟你講過很多話了 這樣子的感覺 就不用可逃 對啊 這還蠻棒的耶 因為我比較沒有辦法 我覺得我是內向性格的人 我沒碰到太熱情 因為歌迷其實通常很熱情 通常蠻熱情 對啊 一熱情我可能就覺得有點怕 可是歌迷是 乾爹跟乾奶奶 這也倒是實話了 你會當他們面這樣講嗎 我會啊 周邊本來都 謝謝乾奶奶 謝謝乾奶奶 等一下為什麼是乾奶奶不是乾媽 因為乾媽聽起來 會有那種 保養的感覺 喔 那乾爹沒有嗎 等一下 為什麼不是乾爺爺 對啊 所以就是乾奶奶乾爺爺啊 就是一個備份上的 就是 成績 懂 懂 你好認真在懂我的屁話 對對對 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認真講幹話 所以你吃東西就是吃比較重口味 這樣子 那像之前去巡演 比如說 之前我們還可以飛出去啊 去巡演的時候 你去各個地方會想要去找美食嗎 可是都很趕耶 對啊 對啊 還是通常還是會問一下就是 嗯 就是我都會PO文問說有什麼好吃 嗯 可是大部分的時候時間通常都不太允許 不允許 也是 這只能叫外面的 有什麼事情你覺得你是巡演的時候必做的 巡演的時候必做 比如說到每個場地啊 或是到每個不同的地方 或是在表演的時候 有浴缸的話一定要泡澡 喔 所以你平常就是一個 因為家裡沒有浴缸 喔 對 就趁機嗎 只要看到浴缸就哇 太棒了 這是一種客家精神 沒有說 超客家的 然後冷氣 我通常都開到20度 開到最冷 一定開到最冷 很開心耶 客家精神 嗯哼 所以這次巡演 多場就是都唱新專輯的歌嗎 還是你會 你巡演的時候 比如說或Live的時候 有時候會表演那種沒有發表過的歌嗎 會 會 像其實我在這張專輯之前 它裡面其實有一些歌 我在之前去演出的時候 我就都有自己頭唱過 就已經唱過了 就寫好就唱 寫好就唱 嗯 這樣蠻棒的 就完整的話 嗯哼 對啊 因為 因為 一直 就是 舊哥有的時候真的唱得很膩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真的唱得很膩 結果我覺得 那個時候有的時候 有些歌就是 膩到說 或者是說 它就是 其實有些歌它 就是不適合表演 就不是說效果好不好 只是我就是 對我來說 在台上我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會 很容易分心 就是 或是 可能我已經忘記了 寫那首歌的時候的 狀態 就是我進不太到歌裡面 的感覺 然後 那種時候我就會蠻prefer唱新歌 對啊 嗯哼 懂 也有可能 上一張的時候就是 歌數還不夠 上一張的時候幾首歌 10 11首 那也蠻多的啊 可是一場還是 也是可能要個20幾首 所以就要唱一些cover song 我唱不到20幾首 大概15首左右 所以像這次巡演也是這樣嗎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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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鐘的秀 會有簽名嗎 蠻好奇 就是簽唱這種的 有旁邊同事在點頭 有有有 通常歌手本人都不會知道 像我就是這樣啊 就說 欸我今天要來要幹嘛 跟我講一下 就除了表演以外的事情 我可能不太管 以及謝謝乾爺爺 乾奶奶 謝謝 謝謝大家買專輯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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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需要那種 你應該不用什麼 牽五張抱抱什麼握手 我們沒有 直接泡 不是 沒有 我們兩個直接一起泡澡 應該也沒有 應該也沒有這種服務才對 這個這個要加錢 但你的歌迷應該也是有蠻多 怎麼講 因為你也是 就是美型男嘛 所以一定有很多會有 你知道 對你有些幻想的歌迷 你有碰到這種嗎 可是我 在社群平台上 是個很糟糕的一個人 怎麼說 我說嗆歌迷啊 怎麼嗆 就是他們講話不好笑 就是叫他們 欸你要不要動腦啊 這個已經算是 動腦已經算是 最 一般的 這麼dis 你有記過你 可是是因為我們的習慣 因為他們也很愛嗆我 就是因為我 我 一開始其實在網路上跟歌迷互動的時候 我們就有 因為 就是可能就是 有直播啊 然後我們就是有些 安排了宣傳 然後我就講說 你們不要誇獎我 就想辦法搶我 這樣 這樣比較好玩啊 日常生活 假裝突然有一個人跟你說 欸 林安哥我真的好喜歡你喔 然後我真的真的 那你其實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是啊 這樣很 就很乾 所以你希望大家就是比較真實的跟你互動 比較還是像朋友 對啊 這樣 比較有趣 懂 所以你就把他們訓練得很好那樣子 算是有在 訓練了一下 你覺得你嗆過這 但是你的 所以你這樣你的 都是好朋友間的那種 垃圾活 就不是真的動怒那種 沒有 沒有什麼好動怒 從來沒有 因為沒有遇到什麼值得動怒 那也蠻好的 這樣蠻棒 這樣蠻棒 所以你從來 因為像我就蠻容易 但我是默默的動怒 就想說 那我就不要回你了 類似這種的 為什麼啊 是他們不禮貌嗎 有一些 有一些 比如說 當然會開玩笑嘛 但有一些就覺得說 好像有點開過頭了 對對對 但是也不好講什麼 所以就這樣吧 開過頭當然就是 但是就不理就好 那你這樣還蠻理智的 就不會去這樣 那你現場表演的時候 也會嗆大家嗎 就這樣講 是不是 應該是會吧 對啊 我有點忘記了 又有點忘記了 是因為在台上很忙 所以不記得嗎 可是 因為我經濟的也很ㄎ 我覺得他也忘了差不多 原來你有記得什麼 嗆字嗎 可以直接講沒關係 有嗎 有啊 嗆什麼 嗆的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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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齁 我早要想到的人 好 隨時等到 因為我去看 我去看清風的演唱會 然後就覺得說 他超屌的 因為他有很多自己的原則 因為我上次去看他 在那個 就是他發新專輯 那個 然後在Legacy 16頁 對 16頁 然後 他唱完第一首歌還第二首歌 然後立刻就 指台下就是前排說 你怎麼在拍照 喔對阿 他的規則是 他超級strict 然後他講一場算 我覺得說 天啊 如果我是那個人 我會覺得羞愧的無地自容 因為他說你已經 站這麼前面 表示你跟我很久 或是你很厲害搶到票 你怎麼會不知道 這個規則 對 之類的 然後 但是我在後面一直偷笑 因為想說他真的很屌 他真的是我認識最Rock的主唱 帥 對阿 就直接在台上這樣 因為如果是我 我可能 我可能會好生好氣的勸說 欸不好意思喔 那個不要隨便拍照 這種什麼之類的 對阿 但他就是很直接 所以我想說 你會是這樣的嗎 還是你也會用比較 我不知道 跟大家開玩笑的那種感覺 開玩笑的啦 因為 因為我畢竟是個沒有什麼原則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比較隨和啦 然後我脾氣 我比較少生氣 對 可是如果有人 對我發脾氣的時候 我的反應會很激烈 喔是喔 就是那個開關 啊哈 對 就是 就是會 就是我就會 進入戰鬥模式 這個感覺 對可是平常 因為我就也會盡量去 避免說講到大家不開心 嗯 因為我本來 對阿這樣子 但你會覺得 所以你是 你覺得你是討好性人格嗎 這種 不太會討好別人 喔那這樣也蠻好的 對阿 這樣也蠻好 因為你覺得 你是內向人格嗎 還是 偏外向 兩部分 我覺得都有 嗯 對啊 就各有 各有各有 這樣蠻好 就是 但是你說碰到不認識的人 你會比較必俗一點 那樣子 是 算是吧 可是我覺得 也不能說 就是我覺得那個 可 我自己覺得我還蠻 嗯 就是 怎麼講 嗯 那個 直接嗎 嗯哼 就是說 我當下 我的感覺是什麼的話 嗯 我就是臉上會藏不住 哦 就如果我在這個場合很不開心的話 我就會 塞餅 嗯 然後 我在這邊很開心的話 可能就會玩得很嗨 嗯哼 這樣 所以比如說你碰到不開心的場合 就我沒有一套 嗯 沒有一套你知道那個 系統 系統或者是那種 那種SOP 對 那種感覺 懂 所以是我有一個完全靠感覺的 比較偏則 啊 非常感性 算是 嗯 那這樣你有沒有什麼 這樣像你剛剛說你沒有原則嗎 你有沒有什麼原則 有沒有任何一個 演唱會上沒有什麼原則啦 喔真的嗎 對啊 脫衣服這種都可以嗎 你說什麼 希望大家脫啊 都丟上來 沒有啊 因為我就不想脫啊 哦你說自己脫 我當然不會脫啊 為什麼我要脫 我為什麼要脫啊 但你希望台下脫 你有沒有 沒有 大家開心就好 玩得開心你想脫 沒關係 像你表演這麼多 你有看過台下 最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會是什麼 比如說巡演都會有一些很crazy的 我的還好耶 嗯 嘖 嘻嘻歌手的應該比較瘋狂 哦 對 是有可能 是齁 蠻好奇的 你有去看過什麼嘻嘻歌手的演出嗎 或者是就是 你自己很印象深刻的表演 可是我只有看過平盤 嗯 對啊 嗯 印象深刻 可是真的 就是不太懂 HIPHOP 對啊 那所以像你自己喜歡的音樂 音樂會聽啦 只是就是 有一些他們的文化精神 就是可能就是 我還是比較不太理解 嗯 因為我們沒有 沒有怎麼講 我們的生活不是HIPHOP 所以可能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進去 我們應該 那所以你覺得你的生活是比較偏 跟哪一種音樂 你覺得 我的生活偏什麼音樂 嗯 那比如說像你喜歡聽什麼音樂嗎 像高中的時候開始聽 一定聽樂團了嗎 聽樂團 現在我都還是聽樂團比較多 嗯 對啊還是喜歡聽樂團 或是樂團 聲響的東西 嗯 對啊 這樣算什麼 I don't know 就Band sound吧 就是 可是你說的 生活 你剛不是說生活態度嗎 還是生活方式 你覺得你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的音樂 是龐克嗎 喔 或是什麼 I don't know Indie pop 或什麼之類的 Indie pop我覺得還蠻精準的 喔 我其實日常生活還蠻 動作蠻慢的 嗯 對啊就是慢慢的來 慢慢的弄 然後就 廢廢的 這樣 會焦慮嗎 還是也還好 就不管外面的時間 因為動作慢這件事情 我很常被 就是我的 你就工作上嗎 我的歌迷啦 就是說 啊這不是快點 快點發傳輯 什麼這種之類的 但有時候 沒有東西就是 就是沒有東西啊 你只能等啦 對 對啊 印發很累 而且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嗯 對啊有時候 有些東西就是不對 對啊 不能勉強不來的啦 嗯 對啊 你覺得從以前那 就是影響你最深的樂團 會是 會是誰 我其實 我真的超級 我這一 我可能我真的是 那個從小到大 就是 也發片 出來也已經兩年多了 嗯嗯嗯 我真的超級不會回答 最的問題 好 我覺得我選擇障礙 選擇障礙 選擇障礙 因為我連 那個 看那個外送軟體 我都可以滑 快一個小時 哈哈 所以專輯有三個封面 我剛剛就是想問說 是因為選擇障礙嗎 所以也不知道選哪一個 所以這個你沒有 你完全沒有決定 這是設計師idea 懂 對對對 這樣蠻好啊 那所以這樣音樂上面 你也會有選擇障礙嗎 音樂上 沒有 音色啊 或是什麼這種 不太會 不太會 但就是日常生活的這種 對 就回答有些問題的時候 因為就是很感覺的東西 而且它也不是真的 叫你去 選擇出什麼 嗯嗯 對啊 不是說一定A B選一個 有的時候 根本就是不用選 它就是對的 啊哈 好 那我節目的最後 會問你一個 讓你非常痛苦的問題 沒有啊 還沒啊 還沒啊 沒關係啦 看一下 那幾分鐘 欸其實也三四十分鐘 沒有啊 但我對你很好奇啊 結果還是覺得 有很多問題會想要問 好 因為那所以像高中的時候 你是聽什麼樂團 高中喔 嗯 北極波吼啊 嗯 然後那個時候就很喜歡 嗯 綠洲嘛 嗯 然後 然後 Sweat blur 嗯嗯嗯 然後 之類的 就英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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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兩邊其實也都互相影響來 影響去 像美國也是有蠻多 那種氣質的 然後 然後 什麼什麼的 就是 氣 因為我覺得高中的時候其實還蠻一個人的 就是 音樂喜好的養成 的 的一個 行程階段 就是你接下來你 包括做音樂的人 嗯 例如說 我有朋友他就是 就是做R&B的朋友 他是從小就是很喜歡R&B 然後 然後 因為我覺得音樂 他畢竟一定種 他就有身體 性在裡面 嗯 就是因為每個 每種音樂他的其實 頻率不一樣 嗯 他的樂器編排 因此導致他頻率不一樣 然後你在身體記住那個東西 其實你會比較靠近 嗯哼 一首嘻哈歌跟 一首 搖滾歌曲他本身 他頻率是一定是長得完全不一樣 或樂器的使用 就是你會習慣那樣子的聲音 所以你比較會被 就是 樂團聲音的聲響 給吸引歌曲那樣子 對啊 那後來上大學的時候都聽 什麼 有開始聽中文了嗎 因為你說上大學才開始就是寫一些比較 中文的歌曲 自己寫 沒有小時候也都是 都有聽中文 因為最小最小最小聽音樂 嗯 也就是聽流行歌啊 對啊 周杰倫啊 蔡依林啊 SH1 就是一開始接觸到的音樂都這樣 唱高中之後 就聽蠻多地下樂團的 嗯 像是 像是誰 76啊 1976 那些蠻多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選擇還不多 應該都其實都聽過一輪了啦 就是 那個時候 所有都有聽過這樣子 嗯 那這樣近幾年的你有什麼 indie band 或是國外的樂團 你也喜歡的嗎 近幾年喔 嗯 就現在你的狀態 還是你會喜歡聽 都聽比較以前的東西 我蠻喜歡聽新的東西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現在 記性越來越差喔 有點都快想不起來了 記憶力摔退 還是因為你才剛起床 我看不掉了 嗯 喔 剛剛的問題嗎 就是這幾年你有喜歡的 比如說 新的 I don't know 樂團啊 或是什麼的 嗯 前幾年 Dekka Joe 你是我聽很多 嗯 我聽很久很久很久 嗯 那 最近 我覺得 桃手包博還不錯 嗯 對 我現在傷心一點 嗯 對 懂 那你有碰到他們嗎 因為像這次你也找了蠻多 就是 Indie Band的音樂人一起合作 嗯 我跟許甄他一起喝過幾次酒啊 嗯 對啊 時下也是有保持聯絡 嗯 嗯 我是很邊緣的一個人 你平常嗎 你說 怎麼說邊緣的一個人 音樂圈邊緣的人 沒什麼朋友 真的嗎 怎麼突然這麼嚴肅 我剛剛在講幹話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在想說他怎麼 因為 就是 就有時候覺得大家都好像誰都認識誰誰都認識誰 可是我 因為我比較不太會跑出去 社交 懂 懂 嗯 完全理解 因為我也是啊 其實我認識不多 我開Podcast就是為了強迫自己去交朋友 喔是喔 對啊 就是認識不同的人 約大家來啊 這種的 欸今天可以認識許彥光 因為之前那個誰 嗯 Skippy 嗯 我跟Skippy認識就是翠樂團的主唱 Skippy 然後我也認識是因為他是我大學的學弟 就同一個社團那樣子 你們是什麼社啊 詞曲創作社 有 台大有這個社喔 有很奇妙 對 也是非常非常邊緣的一個社團 我大學的時候完全沒有參加這個社團 喔 為何 超邊緣 為何 不知道 影視 哈哈哈哈 超載我也沒有去上課 那你有去戲辦嗎 蛤 你知道戲辦在哪嗎 就文學院的那個戲辦 那樣子 文學院有戲辦嗎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文學院好邊緣喔 沒有 而且你知道文學院是海沙屋嗎 文學院是海沙屋嗎 我覺得一定是啊 手機在裡面收訊都超爛的欸 喔真的喔 海沙屋會這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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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該被拆掉的應該是文學院 文學院 沒有啦我亂說 哈哈哈哈 可是他是古蹟 喔對啦 都是啊都是古蹟 都是啊都是古蹟 是齁 好吧 攝戲辦 可是我因為我 剛唸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戲好像 我其實是先唸經濟戲 然後那個時候經濟戲好像就是 是吧應該就是居無定所 嗯 懂你意思 因為他那時候新大樓還沒 就是說要蓋很多年 然後就是轉去去用那個 法學院 舊法學院 那邊 懂懂懂 所以就很陌生 那後來為什麼轉到歷史系 因為我一定閉不了業啊 哈哈哈哈 所以是大集轉過去的 我其實那個時候就是有選錯系 就是 你說上大學的時候嗎 對 就是 因為我太偷懶 就是我不想考紙考 懂 我真的不想考紙考 然後想說學測 就去念 然後可是我學測的時候 我 國文考超爛 我國文考超爛 我其他幾乎都滿級 然後可是我國文考超爛 然後就是我 因為我想念的就是外文嘛 中文 哲學 歷史 可是我都不能申請 因為國文太 對對對 我都第一關就是都過不了這樣 然後我後來就是 考上什麼 經濟系啊 會計系啊 我連心理系 我超強 因為台大心理不是三類嗎 對啊 我是一類組 結果我考上心理系 一個反攻的感覺 那或是 很爽欸 你知道因為平常 以前高中的時候 不都是三類 然後來去搶一類的 對對對 反攻 那你怎麼沒有去讀心理系 因為我後來就擲筊 用擲筊決定嗎 這是選擇障礙嗎 選擇障礙 因為三個 三個就都好像很好 那個 經濟 心理 會計 三個就感覺好像都還好 然後我就擲筊 嗯 然後就擲到 經濟系 所以就去了 然後去又 覺得很無聊 沒有 老師不好意思 教授不好意思 我不是說 不是說老師 不合自趣 不合自趣 就是完全就是 我懂我懂那我也很痛苦 對啊 我有很多同學是後來 經濟系轉過來這種的 就是真的是念到很痛苦 懂 對啊然後後來 就是 一直耍廢啊 然後就是 西藏課不再想去 就後來我變通識王 你說 狂修通識課 狂修通識課 就是 而且我一定是修超涼的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只要跟著選擇障礙 通識 絕對沒有 沒有錯 一定好涼 一定很涼 一定很涼 結果也不用去上課嗎 那樣子的 對然後寫寫作業什麼的 可是其實那個時候還是 有一些課還是 有些興趣啦 後來我那個時候 就覺得 哇靠 我不可能 因為我通識要修完了 然後 就是不能再混下去了 本科都沒修 對本科都沒有修 就是不能再混下去了 然後我就 想說完蛋了 好吧那我就轉系好了 因為我那時候自己看我自己通識 我修了滿多歷史方面的課程 因為當然說 雖然通識網是一種說法 但是畢竟還是會選 好像我有點興趣的 的東西 這樣 然後只是選之前也會查評一下說 欸 很硬嗎 很硬那我還是先 先 先 先PASS好了 這樣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決定去念 就轉去歷史系 對啊 結果還OK嗎 是好玩的 可是就是 作業太多 歷史記的作業要做什麼 每個禮拜寫書齋啊 書齋 對啊 可能還是有人寫書齋 對啊 然後幾乎每堂課都有書齋 書齋就是 可能就給你的二三十夜吧 然後你就要齋一千字 然後動作又很慢 然後就是你等於 那種一千字你可能每個禮拜有個 四五份 喔 很硬吧 天啊 對啊 然後後來就理所當然的沒有畢業 哈哈哈哈 那這樣你家 比如說你家人是很指示你做 他們很不爽 嗯 對啊 可是後來他們好像也 他也只能接受 哈哈哈哈 不然他要怎麼辦 哈哈哈哈 然後他不接受 那我就 被惡疑啊 那結局還是一樣 是啦 所以大結局 所以就是沒有畢業 沒有畢業啊 然後就去做 就去做音樂了嗎 就來做音樂 對 所以一開始 其實我不知道像你第一張的時候是怎麼開始鬧 怎麼入行之中的 怎麼入行之中的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就簽約了 嗯 去上 再上一家公司 嗯哼 懂 對啊 哈哈 ok 好 有有有 看你手上比了一個數字 對 然後就是 其實那樣入行很久 嗯 對 發專輯以前 我是一星年底發的 嗯哼 嗯 大概 一六 錄好就一年多 然後放了滿久才 終於發出來那樣子 欸結果你有現在去當兵嗎 就是剛剛畢業的時候還是 喔沒有當兵 就是身體有些 喔喔喔喔 懂懂 所以就直接來做音樂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咧 對啊 那你覺得有 比如說 因為踏入這個產業很常 有時候你會有一些 想像 嗯 你有那種 比如說磨合期嗎 或什麼的 就是因為原本的想像 跟自己原本的期待 是有落差的 超大 最大的一點是什麼 超大 你覺得 就是 現在 我覺得大家都是要練習的 對 現在比較 因為 以前你 會想要去做音樂 是因為你真心喜歡音樂 對 然後你就覺得說 哇 感覺這樣很爽 就是把 把興趣跟工作是 一樣的事情 嗯 但是 其實 進來做音樂的時候 其實你的工 就是你的工作 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不是 跟音樂有關 對 絕大部分 對 像現在 我們就只是坐在這裡看 我們現在聊聊天 我現在也蠻好的 就是等於說 變成說 絕大部分沒有關 可是你的課題是 你要把這些無關的東西 把它想成 它其實也是在這一部分的時候 我覺得心態會順很多 就會 不會覺得說 我要上通告 我這樣唱歌 不能這樣 這樣做什麼事都不會開心 懂 你要先開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之後 事情順我就覺得都會蠻順的 懂 所以你現在的狀態就是比較這樣 現在比較這樣 可以比較不那麼執著 你寫的 剛開始一定很不習慣 嗯 可是可能也是 當然也是跟 我覺得可能也是跟上一張的 就是 公司安排的宣傳的方向 比較 就是比較傳統一點點 嗯 的那樣子 就是我是 有點適應不良的樣子 極度適應不良 懂 就是極度適應不良 懂 懂 懂 那如果現在回頭 比如說跟最一開始的 覺得自己可以講什麼的話 或提醒什麼 你覺得會是什麼 不要簽約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哇 沒有啦 這可以播齁 這可以播齁 我就不剪了 可以吧 可是我要講的意思 我是覺得可以播啦 反正 大家都已經聽到這邊了 應該還有空 聽我去把它解釋完吧 可以啊 記者不要亂寫就好 可以可以 我們這邊記者不要亂寫 可以我幫你解釋的部分 通通剪掉 嘿嘿嘿 讚 沒有啦 你可以講啊 你可以講 就是不擠 懂 懂 其實 那個 其實這幾年 我覺得已經 你不覺得台灣的 獨立音樂環境越來越好 嗯 就是整個聽眾的 東西也起來了啊 就是 我覺得群眾音樂禁越辦越多 然後現在又是轉流的時代 對 就是 真的不需要 一定要靠公司 有一點 就是因為我現在還是有一些 應該說我不是說不要靠公司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有找到對的合作夥伴 然後去幫助你去完成你想要做事 當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對 但是不是說 你一定要先找到一個合作夥伴 你才能去做音樂 錄很多條啦 錄非常多條 對 而且現在錄音軟體那麼便宜 對 成本降低非常多 成本降低 門檻超低 就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先好好做音 把自己的東西做好 就是已經不需要去想說 喔我要先簽約 我才能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有 確實是不一樣 我是這樣覺得 那如果往未來看呢 你會想說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子嗎 或是 想要變成什麼歌手 或是什麼的 未來的路還很難說 可是我覺得還是 比較隨緣 應該說不是 沒有 我其實沒有那麼 專注在 歌手這件事情 做音樂上是有 那音樂上面 你覺得你有什麼企圖 比如說你想要做成什麼樣子 一定想越做越好 什麼樣子是好 對你來講 你的定義 是變強嗎 還是說 這種事情好像很難有強不強的感覺 是啊 對啊就是 一定會 我覺得會 自己越調越滿意吧 有進步 就是因為你其實 每寫一個新的東西的時候 哇你覺得 哇這首歌 我覺得音樂一定會這樣 這首歌好屌喔 對啊 我怎麼那麼有才華啊 一直聽demo 一直聽 哇我真的好強喔 然後就會讚嘆 那個很爽你知道嗎 我知道 那個真的很爽 而且尤其是 你 在完成一首歌前天 一定都超級焦慮的 就是 人家寫然後你把自己關起來 那個超級焦慮 然後寫完自己錄完之後 然後 錄完當天你一定是沒什麼禮奇 然後可是隔幾天 然後如果 通常這次有兩條路 有些東西你隔幾天聽 超粉 對對對 然後可是萬一很強的時候 哇真的好好的才華 你就會覺得 那個成就感很好 對啊 尤其是在錄音 就是在創作過程的受苦受難 還有 尤其是創作的前置期 也是非常受苦受難的一個東西 就是 創作的前置期 就是 因為那些 例如說一首 一個作品 的 靈感 就是它還沒變成歌這件事 它其實都是一直塞在你身體裡面 對 然後它就會很滿 你其實 狀態裡還滿常就是 一直會想到那件事情 可能 這個想到一點點 那會想到一點點 那會想到一點點的時候 就是 就是一直都是在創作的狀態 其實呼吸 就是 呼吸的時候都是在創作的狀態 對 那其實我覺得那個還滿累 精神上或是情感 發呆的時候 其實你也都在想那些事情 精神層面上面是滿累 所以像這張專輯 像安森Girl 你也是就是寫完 然後就覺得 天啊 我怎麼這麼有才華 類似這樣子嗎 沒有耶 那這張專輯哪一首 你有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安森Girl 其實它那個時候 創 寫的時候 是我 建棋 老師 他說他想要一首比較快的歌 然後我那個時候想 接收指令 然後來創作 指令 的創作 當然 然後原本 他原本大概說 中偏快就好 然後我就 不小心把它弄太快 嗯 我想說他會不會覺得我在亂搞 然後 他後來覺得 好 後來他真的好像很不錯 哈哈哈哈 那除了按 那其他的歌裡面 我就覺得很久我怎麼寫完 覺得 對啊就是 我怎麼寫得出來這種 這種 masterpiece 那種之類的 哪一首 哪一首 當然是哪一首啊 這張專輯寫了兩年 好答案 對不對 好答案 沒錯 我覺得每次問人家說 整張專輯你最喜歡哪一首 那都是 超級沒有用 好如果今天你 好我不要問 可是其實我當你要問另外一個方向的 什麼 你說你覺得我要問什麼 就是你只能讓人家聽一首的話 會是哪一首 啊 耶 好可怕被你看穿了 yeah high five 那還是你已經被問過了 我還是選第一首 從夜晚開始 從夜晚結束 就是 就是一個 有點類似接近 只是instrumental 但是有你音唱的 對對對 沒有歌詞嘛對不對 沒有歌詞 Why 就是 就是 因為其實 這首歌 最早的 有開始 有創作的 的 念頭的動機 其實是那首歌的吉他的riff 嗯哼 對然後而且就是那首歌 就是我只要是拿到吉他的時候 我以前好長一段時間 我只要拿到吉他 我手就在彈那個東西 嗯 我手就在彈那個東西 然後 彈了很多很多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那我把這個 motiv 把它 把它變革 然後我就說 然後 而且我那時候 決定要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他一定要是 我接下來的 這個作品的 第一首 嗯哼 就是那個 我覺得 這首歌就是有很強的執念 嗯哼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我可能 在裡面放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或是我把很多東西丟進去 然後最後 變成 這樣子的感覺 嗯哼 就是 後來旋律寫完了 嗯 然後我又是 原本想要填詞 可是我真的是填不出來 嗯哼 就是我覺得 這首歌他所有的東西 就已經完成了 嗯哼 就是他不需要歌詞 有歌詞 都是 硬寫 嗯哼 然後我覺得他 不知道我對這首歌 第一首 執念特別強 嗯哼 很有情感上的連結 那樣子 我覺得他 紀錄了特別多的東西 他可能每一首 接下來每一首 那首歌裡面的故事 裡面 他都有一些 喔 這樣 我一直想要公司打這首歌 他們都沒有歌詞不能打 而且這首歌英文名字叫 Karma and Illusion 這是你的 你選的嗎 還是說 我寫的 Karma 為什麼 因為Karma是英國嘛 對啊 然後Illusion是幻覺 為什麼是Karma and Illusion 從夜晚開始 從夜晚結束 喔這個還 這個故事其實也是 我也不知道 沒有我都不知道 不是說我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 你經紀人翻了一個白顏 翻了一個超大的白顏 喔還有 這個也包括我可能 我就是會 一定推薦第一首的原因 因為那個時候 那首歌其實 原本他還沒有名字 我要幫他想名字 然後那時候剛好 有同時 你知道就塞一題說 Rumi要想傳奇名字喔 然後我就 當然就是 有開始 仔細的去整理 就是聆聽自己的作品 一個比較 就是 存我的角度去想那個作品 再回想說 我到底那個時候在幹嘛 那個時候我的狀態是什麼 然後最後我就定了 所以我就覺得整張專輯就是要 叫從夜晚開始 從夜晚結束 然後剛好這首歌又是 我覺得是怎樣 所有作品裡面 他涵蓋了所有作品 所以他就順便也就是 所以他就順便也就是 講夜晚開始 從夜晚結束 然後 英文名字喔 Carma and Illusion 就是 就這樣 好OK 道盡千言萬語就在這個裡面 我也其實不知道怎麼表達 因為有時候 有些很多東西就是還蠻直覺的 嗯哼 可是我會覺得 Carma跟Illusion兩個是 擺在一起感覺很中二欸 我就還會問說 會不會很中二 聽起來很中二欸 我是覺得還好啊 我覺得LCL好像比較中二 我是真的超中二 欸那真的超水 新世紀福音戰士 我真的很愛欸 我真的很愛新世紀福音戰士 可是那種歌名真的是隨便亂取的 你小時候會看新世紀福音戰士 我是長大才看 小時候 我小時候看不懂 我小時候看不太懂吧 你覺得新世紀福音戰士 可是我很多朋友都說 他們小時候看新世紀福音戰士 都會看到波齊 What 因為很多那種 喔對啦確實啊 我是沒有 我小時候我看我就覺得 可能是啟蒙的一部分那樣子 小時候看我會覺得有點 很 太成人取向的感覺 就覺得那個 是啊 不太適合我看 好像真的是長大才會看 我是長大才在看 那你覺得你最喜歡他的是什麼部分 他在講什麼的 他在講什麼 就是靈靈很可愛 所以你是靈靈系 你是靈派 我是靈派 你是靈派 我是靈派 美麗也不錯 OK 大姐姐 謝謝 OK OK 好 所以推薦別人 大家從第一首開始聽那樣子 對啊 然後就被帶入你的夜晚 那樣子 從夜晚開始從夜晚結束 讚 讚 不錯 我好像沒有什麼其他文 目前想不到 啊25啦 我聽到25的時候覺得 蠻有意思的 就是看到他的介紹 就是你25歲的時候 但是這首歌你應該介紹過很多次吧 我只是好奇 說 寫就是因為 別的節目有講過啦 你還要講嗎 我蠻好奇的啊 因為就是一個沒做功課的人 這樣子 我覺得有時候沒有做功課的聊天 好像會比較自然 你覺得有嗎 今天還可以 我覺得很自然啊 就是閒聊嘛 因為 有的時候就是有些問題 反正問題 他做的功課問題也就是 差不多就是那樣子 常常也就是幾個問題再重複啦 先聊自己 這樣也不錯 你覺得25歲對你來講是一個 你有很執著的數字嗎 我覺得那一定是直覺 其實你也知道四分之一 這個是就是 十二十三十 雖然他那些都是浮雲 就是其實29歲跟30歲 你是沒差多少 就只是過了一年 就過一年 只是當然那個時候 你看到哇 有個整數 看起來很像整數的 就是會覺得他是有個門檻的感覺 然後 這首歌 因為我發片的時候是 第一張二十四歲 我是二十四歲的一半的時候開始發 然後中間就是會有一些 你也知道就是 就是巴巴巴 然後轉變很大 什麼什麼的 然後又覺得好像自己很失敗啊 然後尤其是又等了很久很久 想做音樂你知道說要做音樂那麼多年 然後結果好像不是很那麼 沒有那麼順 對 然後 然後 因為 包括前年沒有很順的時候 其實我其實都 我已經都不太 我其實是從二十二吧 我那時候就開始都不過生日 就是以前都還是十幾歲 就跟 欸大家出去玩啊 欸慶祝生日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覺得沒有什麼好慶祝 對 然後我就都不太過生日 因為我也很怕跟人家講生日 嗯 就是 就是你知道 總是會 你可能隨便要開始很多人傳訊息給你 嗯嗯嗯 然後那種東西 那會讓我很焦慮 然後反正 這首歌就是 我就是在 二十四塊尾巴 你知道總是你還是看到時間嘛 對 然後就算你不想去想 可是你還是被提醒 對 那種十一點多啊 然後就 就想說 啊我躲起來好了 然後我就躲去彈鋼琴 然後 然後 就 那種歌反正就是從 快 剛好 跨了十分鐘 跨日 嗯哼 然後寫完 就 就寫完 嗯 就是二十五歲的那個當下 的第一天寫完 對就是從二十四歲的最後一刻 寫到二十五歲的第一刻寫完 然後就決定叫二十 嗯 那你覺得它對你來講有 怎麼講 療癒的效果嗎 還是比如說 就是一種發洩或是一個抒發 還是你現在會 紀念品 它是一個紀念品 小小的禮物 嗯 就是 對啊 這樣子 像你現在回去聽這首歌會不會帶回當時那個狀態嗎 還是說你會用一種新的 新的 現在比較像是新的 新的題目來唱 對啊 二十七了 也過了兩年 對啊 就是 那你有想過接下來要過三十的時候會不會也很執著 或是 不會啊我現在已經看很開了 唉唷 對啊 那還不錯 可以說現在你已經是放下滿多執著的部分了 必須放下 就是 從夜晚開始夜晚結束 但白天要起床 因為要 上通告 來錄Podcast 對來錄Podcast 就是現在是這個狀態 好遠喔 這邊離我家好遠 哈哈哈哈 而且 因為現在就是會有遇到兩個問題 因為我經紀人 他住 就是 南港 他住南港那邊 好像離我們很近啊 對蠻近的 然後 我 我跟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就是在 古廷大安 那邊 然後所以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 很多通告現在都離他家很近 嗯 你知道嗎就是 很多電台啊 所以你覺得是他私信這樣子做嗎 沒有就覺得你很爽欸 就好像 就好像 就好像是 就是每一次就是 來下通告就是 欸 原來你懂我會怎麼回家 他說 離我家很近啊走路就到了 然後 好像就有一種 欸為什麼不管在哪 你都走路都到了的感覺 然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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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好啦 總是有人要獲得幸福 懂啦也是 這樣蠻好 所以今天等一下還有通告嗎 還是你就可以回家睡覺 回家要準備明天練團 喔 對齁 其實今天差不多 這麼快喔 差不多 還是你想要再聊也可以啊 本來想要問你最後的問題 OK啊你不是說要讓我很 耶 最後都要問來賓說 就是你去 今天你去一個荒島 然後你只能帶一本書 一張CD 所以就是我最不會回答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你會很痛苦 你只能帶一本書一張CD 你有用Plugin嗎 還是說 比如說吉他 你有熱愛吉他嗎 好 喜歡彈電吉他 嗯 那如果你只能帶一把吉他 你自己的一把吉他 一本書 跟一張CD 在這個荒島上面 可是我要去荒島 我不會帶吉他 不管 請選擇 為什麼我要帶吉他 不管 好 那不帶吉他 荒島那有播放器嗎 蛤 有播放器有CD play 嗯 好就當作有好了 對你可以聽啦 就是這樣CD你可以一直聽 這樣子 那我一定帶那種 大拳擊的那種啊 你說 精選集嗎 什麼以前廣告會放什麼 Love99 各家的那種不同的琴歌這種的嗎 沒有我剛剛想屁話啦 一張你說一把吉 一張CD 對 我是一個樂器好了 一張CD一個樂器一個 一本書啦 樂器我會選鋼琴 嗯 你比較喜歡鋼琴 鋼琴還是比較自由的一個東西 如果是樂器的話我會選鋼琴 你是從小彈鋼琴嗎 對啊 覺得你比較熟悉 可是現在很少彈 嗯哼 下個是什麼CD CD跟書 就專輯跟書 CD跟書 精選集也可以啊 精選集也可以 可以可以 戀愛99 不行欸 我真的就選不太出來 沒有那就選 從夜晚開始 我幫你選 從夜晚開始 從夜晚結束啊 不要喔 做一個很好的宣傳 那種資深前輩 很油的宣傳手法 聽自己的聲音 都會覺得怪怪 真的喔 就是 要看場合啦 嗯 懂 懂 懂 要不然你可以戴三張好了 討價還價 我這邊以為很難回答的問題 是那種 嗯 什麼 什麼 私生活上的很難回答的問題 喔沒有我們這邊不問這東西 喔沒有我們這邊不問這東西 還是你想要回答我 沒有啦 不反對啦 那輸咧 那輸咧 沒關係 之前也有人想超久 所以一定要想到才能回答嗎 那對你才能走 那樣子 不是你要想 我去上個廁所 然後再回來 那我們一起上個廁所 只有一間啦 所以你要先 好 剪刀之後不 欸好我姨母 什麼你水 水我先上啊我先上啊 你想一想你想 你想一想 真的要回答 真的要回答 你就回答這個啊 老前輩都教你了 反正你自己有書也有CD 喔對齁 對啊 我自己有出書也有CD 為什麼不要回答自己 那我就回答這個就 我很認真欸 你很認真在想 我剛剛很認真在想 那我就等會回答好了 對啊 原妳好聰明喔 他焦點老爺 威廉安幫你製造機會 哇一個大前輩 謝謝前輩 謝謝前輩 我們宣傳過專場了沒 好像還沒有 快 你等一下宣傳的時候快 已經是12月了 整場購票會送什麼 專場啦 專場購票會送 跟23號啤酒合作的限定限量好禮 喔 對先不說是什麼 你們自己來就知道 這個名就超好猜的 對 我都想說是啤酒了 這也太好猜了吧 教功課啊 上完了 上完了 有想到嗎 那就 有一本書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你就會帶去荒島這樣子 對 我不一定會看啦 但是我覺得那本書真的還蠻不錯的 請說 叫做齒與鼓 齒與鼓 對 拿個齒 牙齒的齒 骨頭的鼓 是在講什麼 嗯 博客來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我覺得我蠻推薦你去買 他是工具書嗎 還是 還是小說 他是一本詩文集 一本詩文集 對對對 徐涵光寫的 對 帥了啦 你剛剛是不是有早就知道了 幫你演一下 哇 我被騙了 哇 哇 哇 我 我一瞬間有相信你真的很認真的在問我 老藝人還是蠻優的 好優 所以股不錯啊 而且你可能看了你就想說 嗯我要寫一本新的 在荒島上面有寫一本新的 這樣子 他CD就這張好了 就是 從夜晚開始 從夜晚開始 因為我們想到我們還有順便很多事情要宣傳一下 對啊 對啊 是不是要工商一下 工商時間 來 嗯 12月27 對 12月27 嗯 12月27 嗯 12月27 11月還是12月 12月 12月27 在台北Legacy 喔 對 有專場 誰的專場 誰啊 天啊 誰啊 誰 陳生嗎 誰 我太緊 沒有太緊 然後我們的專場 嗯 購票 是預購就送來自現場購票 預購 喔 預購 可是有限量 有限量 的好禮 送限量限定的好禮 是跟23號啤酒合作的限量好禮 大家很難猜吧 嗯 跟啤酒廠商合作會是什麼 好期待喔 孫啦 頂悠 頂悠 讚 12月27 好 然後播出的時候 可能你已經演完 是台中嗎 台中高雄 欸那高雄是什麼 11月 12月 11 喔12月11 在高雄 可是高雄已經賣完了 就不用宣傳 喔 好吧 那也會有限量的好禮嗎 還是只有台北 沒有只有 中跟北 喔 中 台中台北 好唷 期待 那前輩 我現在還可以講什麼 蛤 就是工商認識 任何事啊 你還想要講什麼 反正就是 剛剛那個演員是不是沒有講 剛剛不是叫他想說我罵我哥 你最難覺得 到底幹我什麼事 到底幹你什麼事 奇怪 好啊 所以書就是持語鼓嘛 然後專輯就是我們的 從夜晚開始夜晚結束 沒錯 好 OK 好 讚的 感覺可以放你回去了 好 謝謝學漢花 謝謝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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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被拆掉耶 不然根本打不開 喔 他其實 他 他是 直接可以死下來 喔 他是不是 他可以重複貼 然後 那天 那天 那個 四方老師教了我一張 我覺得超級好用 馬四方老師 對 我先把它弄回去 嗯 好 想怎樣 想怎樣 就是 那你自己你就把它 這樣 感覺是要變魔術了 其實我把它弄斷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直接弄斷了 因為我直接弄斷了 欸我 我有拍示範影片耶 不行 我要去 我把他弄壞了 不行我要給你看我的 老師 前輩對不起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 他其實我想表達的是 這樣子的功能 反過來 結果就斷了 喔 直接從後面打開 直接從後面這樣開 他就不用是貼紙了 動 他都不知道已經把你的弄了 怎麼辦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再也不打開了 就這樣